大头真的心思很细腻 合照时连续两次微笑的看向小豆包 而在新加坡莎莎没夺冠时 她看向莎莎时则是一脸心疼 哪怕自己得了冠军也没有很开心的样子 而她这次虽没拿冠军 但她真心替莎莎感到开心 但直到看到这个画面 我才意识到 原来她一直在有意遮挡自己的脆弱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不舒服困了 但这个眼含泪水的样子 让我知道她内心对冠军的渴望 特别是和龙队比赛完不甘心的紧握水平那一幕 她真的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每场比赛 杀头都会明目张胆的支持对方 特别是澳门时莎莎着急的用手比划 提醒大头镇守问题 就算女队比赛后都离场了 莎莎也会坐在看台上陪大头比赛 他们俩人一直都是双向奔赴啊 因为她知道大头需要她的鼓励和认可 而莎莎对她的回应也一直很坚定 所以莎莎大头巴力剑